学生学什么党说了算 大陆教育培训业遭殃 中共搞交流旅行 美国议员提法案禁止联邦雇员参加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顶级中国顾问辞职 美国议员要求希尔顿集团终止新疆酒店项目 核能燃料棒破损一个多月后 台山核电站停机维修 香港第一位国安法被告遭重判 欧盟只扼杀人权 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 8月2号前往印太地区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30号星期五 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大陆教育培训行业遭受历史上最严的管控令 引发投资者纷纷抛售 上市公司的股价创纪录暴跌 好未来 高途教育等企业已经公开宣布大规模裁员 中共7月24号宣布教育培训行业各项禁令后 大陆教育股在A股、港股和美股市场连续三个交易日暴跌 29号 教育股曾经短暂反弹 但是30号再次大跌 中共24号宣布教育培训行业禁令后 第二天 高途集团创始人CEO陈向东宣布了裁员指标 全国13个地方中心在8月1号前关闭 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三个辅导老师中心 高途的每个中心平均上千人 裁员涉及上万人 相当于三分之一的人会离开 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 高途教育的员工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短短几个月 这家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90%以上 一名被裁的员工本周离开高途总部时说 这几天一直在裁员 所有人都很焦虑 同一天 火花思维确定了裁员名单 第一批被裁员的是职能部门员工 接下来较延的裁员比例在20%左右 同时 火花思维终止了赴美上市计划 27号 好未来创始人CEO张邦新 也确认了裁员消息 华尔街日报27号发文说 看来西方投资者正在渐渐明白事态的缘由 这是共产党的政治控制 党要控制中国学生学什么知识 以及控制由谁来教学生 党不能容忍外国人通过中国的私人公司 为中国学生写课程计划 大陆媒体财经引述新东方一位内部人士的话说 凉了 他认为这是教培行业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共对教培业的禁令中还规定 学科类培训机构都得转为非盈利机构 大陆媒体引述一位美元基金合伙人的话说 这是要连根拔起 不给任何人机会 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7月29号美国联邦众议员格雷格莫菲提出新法案 禁止联邦雇员到中国进行所谓的文化交流旅行 法案名为结束误导性文化交流法案 这是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 反击中国共产党法案的其中一项对策 根据联邦法律规定 在大多数情况下 联邦雇员必须披露他们参加私人资助的旅行信息 但是1961年的一项法案 允许联邦雇员参加89个经官方批准的旅行 而且无需像其他旅行那样提交信息 然而这些旅行涉及50多个外国政府 包括中共 去年12月 美国国务院终止了5个 由中共以文化交流名义伪装的项目 这些旅行允许中共完全资助 美国国会的工作人员访问中国 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说 这些项目完全由中共政府资助和运作 是中共的软实力宣传工具 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吉姆班克斯说 他们提出的法案是为了促进美中关系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特别是针对在美国境内发生的 由中共领导的影响力行动 莫菲告诉福克斯新闻 中共是唯一一个对美国构成最大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 多年来 中共违反国际条约破坏公民自由 持续压迫少数民族 并且挑衅和侵犯其他国家主权 使无数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 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不受中共影响 需要大力的捍卫国家利益 包括确保美国联邦雇员在海外旅行时 不被灌输共产主义和反美国的宣传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顶级中国顾问马克吴说 他因为家庭原因辞去了他的职务 7月30号 吴先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他在7月中旬离开了贸易代表办公室 8月将返回哈佛大学法学院 在那里 他主要研究知识产权问题和中国贸易政策 马克吴说 我们的计划一直是帮助戴琪平稳适应他的角色 这个团队已经安顿好了 他说 资职是出自私人原因 这跟美国贸易代表对中国政策审查等问题 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贸易代表正在对他们的中共政策进行广泛审查 预计将在秋季完成 审查的细节很少被公开 与此同时 由于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大型投资者和对华出口商 对中美关系缓和的预期越来越低 目前 马克吴的哈佛大学同学沙拉比安琪 正在等待参议院确认他为美国贸贸易代表 负责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事务 美国国会委员会写信给希尔顿集团 呼吁他们不要让自己的品牌 和中国新疆清真寺的遗址有关系 因为中共在那里对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 民主党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和众议员麦戈文等人 在7月29日写信给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纳赛塔 对希尔顿要在新疆和田清真寺遗址上建酒店的计划 表示关切 这个地区的清真寺于2018年被中共拆毁 信中说 这个遗址是中国政府在新疆广泛破坏 维吾尔族宗教和文化遗址的运动 以及官方努力消除维吾尔族宗教和文化习俗的象征 这封信由资深共和党人参议员卢比奥 以及众议员吉姆史密斯共同签署 信中说 中共破坏维吾尔族宗教和文化遗址 美国政府认定它正在对新疆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希尔顿不应该允许它的品牌被用来延续和促进 对生活在新疆几百万维吾尔人的文化抹杀和镇压 根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研究 近年来新疆当局拆除或破坏了约16000座清真寺 和这个地区一半以上的其他宗教场所 比如神殿和墓地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本周呼吁希尔顿的股东们 了解他们集团在新疆的酒店计划的详细情况 根据报道 这个酒店是由一家中国公司 环蓬酒店管理公司监督的特许开发项目 环蓬说他通过公开拍卖买下的这块空地 近期两党议员多次出招 制止中共迫害维吾尔人 管理广东台山核电厂的中国广核集团 30号晚上宣布 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因燃料棒有破损 决定停机维修 但仍声称反应堆安全可控 今年6月14号 中方报告承认 位于香港附近的台山核电厂的1号反应堆发生事故 少量损坏的油燃料棒释放放射性化学气体 中共方面当时对外辩称 这是常见现象没有危险 但外界担心核电厂有辐射外泄的威胁 法国核反应炉厂商法马通公司 也因此向美国能源部写信警告 说中共当局一再放宽厂外的辐射检测合格标准 以避免核电厂关闭 法国电力集团在7月22号表示 如果他们碰上类似问题 会选择关闭反应炉 以便确定泄漏原因 避免情况变得更糟 中国广和集团说 是在中法技术人员进行讨论后 做出停机检查决定 台山核电厂出现泄漏情况的机组 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投入运行的第三代压水反应堆 技术由法国电力公司提供 法国电力公司拥有台山核电占30%的股权 中方拥有70% 台山核电厂距离澳门只有64公里 和台湾之间的距离约为740公里 香港第一位以触犯国安法的罪名被告的青年唐英杰 30号被法院重判9年 欧洲联盟对外事务部对此发声 指港区国安法正在扼杀政治多元化以及人权 中央社报道 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言人马斯拉里30号表示 唐英杰成为第一个根据国家安全法被定罪和判刑的人 这项法案正在扼杀香港的政治多元化 人权和政治自由 香港应当停止逮捕民主活动人士 以及捍卫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人 唐英杰去年7月1号在一场游行活动上 骑着插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极致的机车 冲向戒备的防暴警察后被捕 欧盟在6月份针对香港《苹果日报》停刊 批评北京强行实施国安法 扼杀新闻和言论自由之后 再次批评港区国安法 台湾陆委会当晚表示 这是变相的对香港进行政治镇压 唐英杰单人单车一骑一骑 就被视为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这不但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 也凸显了中共假国安之名 企图扩散寒蝉效应 清除异议 陆委会还说 他们完全无法苟同这种残害民主人权的做法 台湾和国际社会对此表示谴责 德国联邦国防部7月29号宣布 当地时间8月2号下午2点 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 将离港启程前往印太地区 国防部的声明说 德国和盟友一起 希望在印太地区展示更多的存在 从2021年8月到2022年2月 大约有半年时间 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将在非洲之角 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海域航行 据法广报道 F123型护卫舰的部署 是一种常规部署和训练巡航 过去也曾经进行过类似的航行 德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史恩·巴赫中将 就巴伐利亚护卫舰即将出发一时说 这是在实地表明 德国站在国际价值伙伴的一边 支持这个地区的海上通道自由 和遵守国际法的要求 这意味着我们将和我们的伙伴见面 并一起训练 我们还打算参与监督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正在积极和明显地支持我们对印太地区 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承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夜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